冠冰疫情推动了电子商务和送餐服务的需求 越来越多本地公司借助送货机器人来提高效率 并不断进行测试和部署 再将促使送货机器人的普及率大幅提升 过去一年来 自动送货机器人一直在榜额为居民提供服务 他们从绿洲台购物方的超市将货品送到附近10座组屋 目前机器人已经完成了100多个订单 有能力避开各种障碍物 公司计划在接下来将测试范围扩大到另外17座组屋 送餐平台Food Panda也在国大展开试行计划 送餐员只需将食物交给送餐机器人 机器人就会将食物送到4座宿舍 将原本45分钟送餐时间减少到20分钟 另一家送餐平台Grab也在实行机器人送餐服务 他们在8月18中心汇集不同餐厅的订单后 再将食物送交给送餐员 对送餐员而言可说是省时又省力